最后这个作业再说 第一个请各位录制聚集 然后呢大概就是把这个资金 最重要的是说资金的时候 不要有这个讯息 就是那个警告的讯息 所以记得就是要怎么样 把那个最后的资料剖析这边 加一行程式 就是加一个什么呢 Application.DispleasureLine 把它关闭 记得呢在尾巴的地方 记得把它等一处把它打开 并且加上注解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有关录制聚集的部分 那也就是利用内建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的话就是资料剖析部分 那这个资料剖析啊 其实非常好用 因为以后你当然 假如说你汇入的资料 通常就是会有这种状况 也就是他你要的资料 可能是在那个储存格里面的 某部分资料 而不是说 你那个储存格里面 所有的东西你都要 比如像这一题 他必须把这个长宽高分别取出来 你才有办法做后续的报表 否则的话你那个报表就做不出来 因为他资料是在里面 你要把它拿出来 常常会遇到这种状况 但如果你今天不会用 像刚刚资料剖析的话 变成你就要图拐链钢 图拐链钢变成你要点两下 Ctrl C Ctrl V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做那个重复的动作啦 因为他这样相对的没有效率 而且如果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其实也很烦嘛 而且很容易有职业伤害啊 像五十千是不是 很多五十千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五十千 每天都C Ctrl C Ctrl怎么会没有五十千 而且我会觉得这很烦啊 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嘛 所以你就要懂得怎么样 懂得利用一些方式 要不就是用资料剖析 然后把它录下来 要不呢就是再把它变成VBA 但是这个VBA因为我们有些地方 功能还没完全讲完 所以如果你用之前讲过的东西 请各位再把它拆解开来 也许就把它拆成长宽高分别完成好了 长你可以用151的程式来改 宽也是151 但多一个A2跟B2 高的话呢 多一个这个INSTR后面加一个rever 把它颠倒过来找 然后最后清除 那再把这三个Core把它输出 这样就OK了 所以今天的话 最后就是把这个聚集跟VBA完成 然后并且把它储存一下 记得啊 存档的话按FOR 然后呢把它 启用聚集的活跃 不是一定要启用聚集 OK 然后把它储存起来 这样的话呢 这一题就完成了 OK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后面啊 其实还有蛮多到题目的啦 除了说在我们范例档之外 另外的话 另外的话 当然如果你有时间 你可以再到云端上面找到看 云端上面的话 其实我云端白板上面的 也有放文字与资料函数 比如说这个也有几道题目 像这一题 什么范例 计算资料数量 中间有顿号码 以这一题 就是哦 受险公司的一个 现在在企业上课的时候 学员问的问题 因为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里面如果只有一个项目的话 他这边合集了一个 那如果说这边有几个呢 一二他就这样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里面有十个 然后呢 一二三四五 他每天就做这样的事情 但问题哦 你会发现 这干嘛用人工来算呢 用人工来算 这要浪费时间 但是如果你不用人工来算的话 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有没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就问他说 你每天都做这个事吗 他说对 我一个早上他都一直做这个事情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用那个 VBA来完成就好了 因为VBA你只要写一个按钮 按下去 全部OK了 根本不到 这个一秒钟的时间 就解决了 他说我不会啊 对 而且他说他 如果学会的话 那他一早上要干嘛 对他就觉得说 早上就没有事做了 OK 这也对哦 如果他事情一秒钟做完 那一个早上就变得没事做了 他感觉就没有存在感 对不对 所以也对了 好我慢慢做 不过我跟各位讲啊 这当然就没有竞争力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可以哦 把这个问题快速解决 其实有个规则啦 可以找什么 找这个 顿点 刚好这个顿号 就是每个资料的中间 会有 所以你把它怎么样 只要找到几个 这个顿号 再把它加一 就是它总数了 所以这边总共9个 这边就是10 有没有 这1234 4个 这边5 一是类推 怎么做比较快 请各位也许可以试试看哦 再来的话呢 其他还有像 这个云端上 我还有放了 放了几题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包含像什么 台北市哪个区域 切到案件最多 哪一条路上 切到案件最多 这上面其实有资料 这个是从台北市政府给的资料 我把它做出来的结果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说 哪一条路上面 哪一个区 可是问题哦 你要统计 某一个区的时候 问题是 它没有这个栏位的话 那怎么办 你就必须要把 这一个栏位 给变出来 否则你就没办法 做出那个报表 OK 那怎么做 如果我想知道 至少三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 台北市哪一个区 住宅切到案件最多 OK 第二个的话呢 哪一条路上面的 哪一条路 的切到案件最多 它上面都有资料 你会发现这总共 Ctrl向下 2437-1 2436笔资料 也就历来 它如果有人有报案的 它有报案记录在这里 OK 那还有呢 什么时间点 发生切到案件最多 OK 那如果想知道这个讯息的答案的话 那你该怎么做 OK 可以试试看 刚刚第二个 第三个问题 还有这个 这个其实也满 满 满常遇到的 像这边这一道题 Google的那个 试算表表单 有没有 如果你用它来做问卷 但问题会发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是负选题 负选的话呢 就是中间会加 痘点 那它是希望怎么样 把它切开来 往下放 所以这个 它以前这样 它说它每天这样 这边第一个 第一个放这里 没问题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要切什么 切这边的第一个 它就这样 那这个是什么 放第二个 就把这个 往下放 然后这个放第三个 Ctrl-C Ctrl-V 然后这个的话呢 再复制这个 然后再往下 应该之后 我在做什么 有没有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不要用土法链钢 该怎么做 OK 所以其实这里面的话 当然 工作里面有很多类似的问题 如果你可以很快解决的话 那你要做出报表就很简单 但是问题 如果你这些动作都做不出来的话 那可能 你会遇到很多 比如说我想统计什么 统计到底 人家选了哪一个最多的比数 然后把图给画出来 视觉化结果 OK 如果你没有前面的这个东西 你就没有办法统计比数了 可是要怎么统计 请各位也许试试看 这三道题 我觉得都还蛮 蛮 这个常见的问题 那今天的话 我们主要的作业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聚集跟VBA 所以今天呢 只要绞交这个就可以 另外如果你把这个做完之后 有时间 可以想想看我刚刚讲的这三道题 OK 当然 看不是用凸法链钢的哦 OK